今天我们来读一下游子A神Ensking的文章 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闲谈龙头和领长 谁先仗庭谁就是龙头 谁的风单越多谁就是领长 那太肤浅了 阶段性龙头或者说是阶段性人气个股 往往是随机产生而非有些书上所说的 在大盘体积胎来的那一关键时刻 同时会出现几只强势个股 能否成为龙头或人气股 要看个股是否具备当前容易被市场认可的题材 这一点比基本面重要得多 还有选择图形炒作 个股的选择一定要考虑符合当下的炒作热点 相对低位的低根放量大阳线 或者说二次探底后的再次启动 必须是放量大阳线 出现这种阳线都是超短线的好品种 大盘背景的判断是回避这些风险的唯一办法 指数在走下跌通道时 符合条件的交易全部放弃也不为错 这个市场本来就是反应快的赚反应慢的人钱 龙头不在盘子大小 而在启动的时机 只要先于大盘连续上涨 并能带动关联个股上涨 就是龙头 趋势的力量引导市场合力 所以在今后的交易中 对市的理解超过一切 市场合力大于一切 宁波短线资金流 有时也只是起到点燃引爆的作用 很多暴涨股开始是他们启动 早就出局了 结果还在涨 实际上后来是整个市场短线资金流都参与了 涨停板操作 追求的是高买高卖 频率上不快不幸 90%以上的操作都必须第二天结束 二 强弱势的看法 除了专业的职业做手 一般人很少用 实际上 经历再好的炒手 也不可能每天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复盘 而且也没必要 用好的板块功能 每天只需复盘100来支股票 基本就能做到区帆维减 把握主流资金运作的意图了 短线炒作除了大事配合外 必须还有板块的强势 才能提供较高的成功率 自选股提供可操作候选目标 而这些目标必须从板块股中筛选 目前的世道 板块轮动特征明显 对于大涨且放大量的个股 除板块领头扬脉 一般都可以不再做关注 反而应该在思维上先任一步 提前介入有启动迹象 但还没大幅拉升的板块 否则 操作节奏上始终就要比市场慢半排 资金运作自然不能运转如意 三种方法中 早盘和尾盘做得最多 五间开盘做得少 都说短线操作一轮为频繁的随意操作 成功率不高 但不知道有准备的短线交易 不能等同于随意操作 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盘后的准备程度 用工时间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五间收盘前拉高的个股 开盘后价格已成为当日盘中高点 这可能和机构做盘手法有关 所以五盘交易尽量少做 只要能看懂 并能做对 低息和追涨都一样 不过从成功率来说 追涨靠的是瞬间的反应和直觉 而低息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所以成功率低息要高得多 从长时间的收益来看 应该比追涨还要高追涨等于市场热点 最好是第一次放量上穿五天线 涨停品种 低息等于龙头品种 均线附近买 短线潮手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 若是不做 若是不操作 就是最好的操作 若是行情中刊的懂 也未必做得对 风险市场原则 只一行难 能做好这一条 就已经不错了 没有大环境的配合 成功率会降低 若是中只有一种行情可以参与 那就是极度超跌后的反弹行情 强势市场 一 牛市的运行节奏 为慢涨急跌 熊市为慢跌急涨 有人提出 牛市持股利润最大 实际上是书呆子语言 牛市避不开急跌 基本就赚不到钱 牛市在短时间的跌幅 不比熊市少 二 熊市下跌无量 股价呆滞 牛市下跌有量 股价活跃 三 不管怎么大跌 牛市中总有大量股票 不断创新高 所以 有牛市不做超跌做抗跌的说法 基金做的票 涨是没有连续性 长阳都少见 更别说涨停了 但如能形成短期的上涨趋势 不用追涨 买它的阴线就行了 个人看法 一涨一跌总有人出来 判断后市多空 实际都是假老链 市涨市跌 市多市空 毫无意义 判断市场不需要这些 确定市场强弱 才操作是根本 在大盘正在下跌时期 不操作是最好的操作 最大的风险是补跌 它甚至比墙反弹的风险更大 下跌不做 上涨满仓 看涨浮绑 论坛上经常被多空判断 争论的不可开交 职业短线者大可不必理会 实际上在下跌末期 成交已经开始持续放大 强势板块已经开始向上运行 转钱效应也开始显现 趋势上虽然还看不出来 但通过盘面 已经可以看出强势特征的征兆 在舆论和股评还在看空的时候 职业短线者可以结束 休假考虑进场招感觉 超短线在强势中 系统的限制条件 可适当放宽 在跌势中必须严格又严格 很多个股的炒作都是这样 其中并无主力庄稼 只是走出来后 得到市场各路资金的认同 行情好时 我都是满仓滚动操作 因为这时亏钱概率小 不好时应尽量清仓小玩玩 大盘及跌搞一段落 可以做一座大盘的反弹行情 选股方面 牛市的思路不应做超跌 而应做抗跌 逆势黑马股 大盘一问 抗跌品种的行情 远远大于超跌 抗跌品种分两种 真抗跌 假抗跌 真抗跌要大涨 假抗跌要补跌 遇下仙上 假突破再补跌 能分清楚全靠经验 亏出来的经验 行内有据名言 看对三日行情 便复合敌国 隔日交易 操作的基础 只是看对两日走失就行 所以不会复合敌国 可以只能挣点小钱 两日走失 包括看对当日大盘和目标个股走势 看对次日大盘和目标个股走势 在看对的基础上 在追求作对 超短线确定性大 过多的随意性操作 是隔日交易收益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因此超短线的计划性越来越重要 左右计划的超短线 在我现在的交易中越来越多 盘后静态悬股 远比盘中动态悬股要重要 其操作出来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10盘小单多链 然后再形成一套操作系统 大盘上升趋势时 乱操作乱有理 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看热点的本领 是短线课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否则你永远在门外 股价上涨和下跌的内因 是资金的注入和流出 成长和高业绩 只是又是资金注入的一个因素 而不是全部 再好的成长和业绩 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 股价一样要跌 操作的要点只有两条 若是人手不动 强势才准节奏 交易知道没有捷径 只能练 不然的话 卖股经的不早发了 没有捷径 也没什么秘诀 每天盘后认真总结得失 每天不能间断 三 asking的一些心得 涨停的一定要行情活络才好搞 等股票行情来的时候 那不是随便买随便赚 一点也不难 赚大钱的都是在行情好 要大干快上 其余的看看了 有机会赚点生活费就OK了 炒股很简单 个股活跃你就追涨 追板块的龙头就行了 反正你就看看好了 有超跌 你抢一把就走 道理谁都懂 但没几个人能管得住自己的手脚 这就是悲剧 我只跟市场走 不预测 不操纵 十分理变 心态 控制力占七分 技术占三分 技术指标主要看成销量 均线K线 收盘后不用翻看大量个股 主要看公告 再结合市场热点锁定相关个股 至于做下跌股的反弹 选择前期热门强势股 小钱要薄 大钱要稳 关于操作的随意性 这是人性的弱点 我也经常翻 一般随意了一二把 第二天立马就纠错 不会跟他纠缠 然后把他忘记 重新谨慎再来 超短一定要及时获得了解 在稳健的情敌下 尽量做大乘较量 行情好时 我都是满仓滚动操作 有量就能来钱 超短对行情好坏 只有一个标准 量 大盘在走牛 炒股炒的就是想象力 人有多大胆 价就有多高 炒股一定要借力达力 四两拨千金 硬干是不行的 顺势最关键 一定要做市场高度认同的票 要不读脚戏 可不好畅傲 追涨停 风险偏大 逢大跌买点更稳妥 上涨靠的是市场合力 大盘量小 个股活跃度欠佳 短线稍作 仓位应当控制 当然这是针对 数百万以上的 短线资金而言 对小资金来说 天天有机会 天天都要满仓 其实 股票投机跟艺术创作一样 是有天赋的 它没有什么太多 比较固定的规律 经常是飘忽不定的 买入卖出 有时就是靠感觉 或突然的灵感 当然这需要长期专注 看盘积累的 没有天赋 有的一辈子的努力 也误不透其中的翘翘 我是很少去预测 大盘或个股的 一切以盘中走势为准 因为我们不是神仙 即使你有80%的准确率 那20%的失误 都有可能把你的利润都磨平 追涨停是一件很好经历的事 手脚要快 反应还要更快 一般人每隔一 两年的实战 很难胜任 短炒做龙头 做热点 先涨后跌 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 还想从别人袋子里拿钱 不是笑话吗 行情好多做 一般都清仓 这样子人轻松 不累 多转少转为事 身体要紧 不做龙头的心理障碍 就是龙头长得多了 想做便宜的 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短炒就是一夜情 就像你去嫖娼 你肯定只管挑漂亮的上 你还会管它 前面搞了几个 炒股吧 最重要的是心态 控制力 炒股技术的问题 熟能生巧 只要多努力 下苦功 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大盘不好就少做点 但是天天都要做 锻炼盘感 免得行情一来摸不着北 反正现在能赚点零花钱就好了 一 初季的时间 必须把握住 大盘匹基泰来的临界点 这点最为重要 必须借大盘的事 二 必须认清热点 借板块的事 或借赚钱示范效应的事 三 个股的选择 和上面两点相比 相应简单一些 即时图走势强于同类个股 有涨停潜力 与其跟风 不如主动发力 吸引别人跟风 使自己的资金处于相对有利的价位 四 相同即时走势的个股 有些封住了 有些封不住 有些打了上千万也封不住 有些二至三百万就停了 且第二日的走势也不错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 对大盘的理解是大局观的问题 不是操作技巧的问题 总的来说 做好前面两点 自然能体会四两拨千斤感觉 四 短线的精髓 超短线 我最有发言权了 5月19日到现在2006年7月23日 资金从十几万到几千万 成交量从两三百万到七至八个亿豪宅 名车 吃喝玩乐 通通从股市中来 我看全中国也没几个呀 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 周围的人现在不坐中长线 只坐超短了 把营业部劳总给乐坏了 但是我现在想坐中长线了 超短太累了 有钱了 想轻松一点 享受生活吧 敏发没几个人有奥迪 宝马 宝石姐吧 我坐超短 把他们都赚到了 明年准备买一法拉利 没钱人 要享爽 坐超短 听我的 错不了 我一个月的返佣 几乎都购买一部保时捷 哈哈 有点好高了 见谅 见谅著名一下 当年的十几万还都是借的 一分半利息 我妈帮我借的 当时我家从乡下上来 租了一十五平米民房 铺了三张床 煤气灶放在阳台 还经常被房东及邻居欺负 谁叫你没钱 没办法呀 一份五毛钱的都市报 都舍不得买 经常站在报摊前看一会就走 看久了 摊主会赶人啊 当时可谓是艰苦卓绝 背水一战啊 做超短 应该是从桃涌根处得到启发 96年上正报举行的一场比赛 他第一 赵孝云第二 好像是三个月 赚了四倍多 经常是尾市买 第二天就买 我当时就尝试一下 效果不行 上班没时间 顾不过来 只好做中长剑 当时买了一支东达牌 上市就买 96年行情如火如荼 他就鼓一支 买个吉亚 恨不得甩他两巴掌 还好最后不辜负厚望 隔年高位卖掉赚了四倍多 就此把工作辞了专职炒股 没想到被人拉去做期货 三个月就被打爆了 今年又去做了 还是不行 亏了我很多钱 还好五月八日以后行情来 一周就把他搬回 还是做股票好啊 安全 包赚 以后打也不去做了 可能包括股指期货 他坏就坏在一点 你做得再好 也绝不能犯一次大错误 一次就能要你的命 你说跟这样的老板还怎么混 而股市 只要你足够优秀 即使犯了好多次大错误 只要勇于及时认错 股市老板还是会原谅你的 职位还给留着 薪水照发 加薪还有机会 现在不说了 吃饭了 有空再聊聊 我是怎么做发家的 97年期货打爆以后 休息了几个月 钱没了 再去上班赚千把块钱 也没这心情了 怎么办 以后路怎么走 想想只能再去炒股了 还好我妈很支持我 到处张罗 总算凑了十来万 于是98春节后 我又回来了 其实这是我第三次重返股市了 最早要从94年说起 那一年 指数从1500点 一直绵绵音音跌到600点时 中研在收音机里 一直狂吹解笼 直听得我热血沸腾 恨不得马上去买 于是我极力怂恿我妈 我前面说那么多话干嘛 主要是告诉大家 做超短一样可以发家支付 特别是职业小散们 做超短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 你一点点钱做中长线 普通年仅一年一倍 已经是很好了 但你很难很难 都做到年年都一倍 请问你如何发财 做超短 一年一倍两倍随便赚 五倍十倍也是有可能的 二至三年 就能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 只要你入门了 一切尽在掌握 不像中长线 运气成分太大 收益不可控 当然钱多了 做中线是必然了 但现在你一年只要赚30% 可能相当于原始资金的 十倍二十倍 一年十至二十倍 而神光的三年才十倍 都吹到天上去了 我们岂不是比他牛逼多了 首先需要绝对的耐心 并且需要经验来确认 之后跟随的动作 则是最次要的买入动作了 交易是所有分析以后的结果 并不是盘口随意的追涨 所以要做人气股 因为领涨股时资金最安全 效率最高 人气股不仅是热点 还是热点中的焦点 一般的资金只是发现和跟随 宁波解放南路时发掘和引导 技术含量要高得多 我的仓位是这样设置的 确认是追涨时 先进半仓 当天涨停 次日继续加仓到全仓 让其利润最大化 当天不能涨停 次日则高点先出等回调 做守株待兔 做守株待兔时 也是先半仓 获利后出局不加仓 失利后止损不加仓 在任何时候 只有在半仓操作股票 迅速盈利的情况下 才可以动用另一半仓的资金 在一轮经典的下跌过后 市场面临转世 但我们不知道谁会先涨 资金量大的操作 必然会提前补局 而我们需要的就是睁大眼睛 等待最强的那只股票出现 然后闭着眼睛进入就可以了 首先 选股真的很重要 这是决定性的前提 但选股还不是全部 任何一种股票操作方法 哪怕是做下跌通道的一个小反抽 只要是不参与任何级别调整 买了就为了马上挣钱 这种方法都是短线操作法 说白了 不参与任何性质整理 在我看来 要做就做龙头股 我们赚大钱 全是符合这样的条件 而亏钱基本都是不符合而去强做 我的追涨操作 之所以都出现在大盘已大涨的情况下 原因很简单 我不能确认 每一次大盘是否能继续向上 所以就挑最强的股票上 大盘如果还想好 最强的股票就会再次大幅向上 大盘如果不行 则最强的股票通常还能横几天 可以果断退出 最后 龙头需要技术吗 不需要 需要的是临阵时的果敢和勇气 如果你操作的 一直都是市场各阶段的强势股 那你自然就能做到龙头 打板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 没有极大的毅力和良好的心态 根本没法独自走完这段路 但一旦当你顺利通过 那他带给你的回报将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一起来看看短线高手强势股战法精髓 一 理念 只做超强势股的锥掌和守株待兔 仓位管理必不可少 否则会坐电梯 理念就是专做人气股 领掌股 龙头股 操作就是等待 发现 跟随 旋骨 旋骨很重要 是决定性的前提 但旋骨还不是全部 等待需要绝对的耐心 发现需要经验来确认 跟随是最次要的买入动作 需要勇气和下决心 付诸行动的决断力 二 龙头 我的体会是 做好短线的先决条件是选股 对分时走势判断不失误 选股攻击力要够 要么上天堂 要么下地狱 当一个市场出现好几个连续涨停的股票时 不管原先如何看好其中的某只 但是 只有涨停次数最多的那只 冲击力才会最强 然而 谁先涨停 谁就是龙头 谁的风单 越多谁就是领涨 那又太肤浅了 阶段性龙头 或者说是阶段性人气个股 往往是随机产生的 在大盘体积泰来的那一刻 同时会出现几只强势个股 能否成为龙头或人气股 要看个股是否具备当前容易被市场认可的题材 这一点比基本面重要得多 龙头不在盘子大小 而在启动的时机 只要先于大盘连续上涨 并能带动关联个股上涨 就是龙头 人气股是热点 龙头则是热点中的焦点 代表了市场合力 人心所向 即是 借助人气股 资金最安全 效率最高 龙头之所以安全 还在于与大盘转势共振 市场也需要一只涨幅力度大的股票 来树立赚钱效应 所以 在一轮经典的下跌过后 市场面临转势 但我们不知道谁会先涨 资金量大的操作 必然会提前补局 而我们需要的 就是睁大眼睛 等待最强的那只股票出现 然后闭着眼睛进入就可以了 龙头从强事故中产生 如果你操作的 一只都是市场各阶段最强的股票 那你自然就能做到龙头 但龙头有迹可循 超强事故无踪可觅 有时某消息以来 即可成就一只超强事故 龙头需要大盘一轮完整的下跌后 才会出现 龙头是这样的 你今天买它 它就让你赚钱 明天你继续买它 它仍然上涨 龙头的涨停从来都是大阳线 而不是小气的涨停开盘式 因为它有足够的心胸 让所有跟它的人赚钱 龙头就是大盘 在转时初期最显眼的那只 没有哪只其他的股票 能够比它更吸引眼球和人气 如果大盘就此转世 龙头就强势涨停 如果大盘明后天亮能缩下来 那也只有操作龙头 才不会让人亏损 三 超短 任何一种操作方法 哪怕是做下跌通道的一个小反抽 只要是不参与任何级别调整 买了就为了马上挣钱 这种方法都是短线 说白了 不参与任何性质整理 短线操作 就是寻找技术形态 及资金介入 代表一定市场意义的股票 再配以自己熟练的仓位管理 来短期 快速获利的一种技术 当许多散户朋友 对着K线图 在研究某种技术 可能会让股票涨多高 而不去关注市场含义时 我知道 他们都在浪费时间 四 量能 超短对行情好坏 只有一个标准量 有量就能来钱 量能是超短强势股的操作中 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不是简单机械地看 多么大的量能具有什么意义 而是看量价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阶段 不一样的量能 有些还需要看量能的持续演变 可以挑选历史上的一些 主声清晰的个股 观察它们量能的演变过程 如002302 并重点关注强势股 启动 拉升 高位盘整 第二波拉升 下跌大反抽等 各个不同阶段的量 加关系 并在未来的牛股身上 小仓参与体会 慢慢会有属于自己的心得 而不是机械地去看书本 寻求秘籍 所谓 进在量中 退在量后 主要看成交量 均线 K线来选股 收盘后 不用翻看大量个股 主要看公告 再结合市场热点 锁定相关个股 至于坐下跌股的反弹 选择前期热门强势股 很多油资股票 都是靠板板换手前进的 一般起来时 有充分换手的 后面走得远 人气野足 量能都达到15%至30区间 小盘股更高 中大盘的小些 而且不缩量 操作中 只要量能不缩 但最好不要放爆量 一般可堪称趋势继续 一个巨牛股 里面的资金 从来都不是从头吃到尾的 都是接力上去的 很多一字板个股 要么买不到 买到就死了 而且这样的一字板 跌抽机会下来 连反抽都难做 常常一路阴跌 而换手充分的牛股 跌下来反抽多 我的看法是 换手决定高度 五 跟随 做短线的关键是什么 是深刻理解市场合力 也就是事 看热点的本领 是短线课 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是就在热点之中 符合主流热点的新故事 往往是赚大钱的机会 跟随 就是及时捕捉市场主流热点 顺势最关键 一定要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金 硬干是不行的 要善于借市 一 初季的时间 必须把握住 大盘 匹基泰来的临界点 这点最为重要 必须借大盘的事 二 必须认清热点 借板块的事 借市场赚钱效应知识 三 各股的选择 及时图走势 应强于同类各股 有涨停潜力 当然 对由实力资金而言 与其跟风 不如主动发力 吸引别人跟风 使自己的资金 处于相对有利的价位 遵循现有的规律 遵循市场已有的选择 无本我执念 只跟市场走 不预测 不操纵 不要徒劳地去预测 大盘或个股 一切以盘中走势为准 我们不是神仙 即使你有80%的准确率 那20%的失误 都有可能把你的利润都磨平 盘后的复盘很重要 要努力去揣摩 超强事故的运行思路 看参与者的进出角度 并在不断地验证之中 逐步接近主流游资的思维 理念 而不是花大力气 去感知未来大盘的上下 感叹机会的措施 当你高效地跟随了市场 机会几乎是接踵而至 倾听市场的声音 虽然是非常简单的字眼 但是要做到知情合一 是多么的难 以前人家说 高手都是死在半山腰 当时极度不屑 慢慢懂了 趋势的力量下 任何灵光闪烁都是不知一提的 要加强对市场的理解 不可以刻舟求见 斑脚条 绝大多数时候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 而不是让自己不理解 做超短就是这样 观点是实时在变化的 强调的是 应对于适当的前瞻性判断 当自己的预期 与市场的结局不一样时 一是反应跟不上 二是内心的弱点瞬间放大 往往一犹豫 一软弱就会酿成大错 短线做成中线 因行情的高位追涨而站岗数月 数年就是这样 业余的投机操作者 往往牺牲在这样的节点 与此同时 所谓跟随 在市场趋势酝酿变化的时刻 应该在思维上先了一步 提前介入有启动迹象 但还没大幅拉升的板块 争取比别人跟热点更紧一些 否则 操作节奏上之后 始终就要比市场慢半拍 资金运作自然不能运转如意 当然 平均运气与状态来讲 不可能所有的大牛都被你拿下 这是无法企迹的高度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在运气与能力高度切合时 狠狠地赚一票 而在备运与状态低迷时 控制住自己 不下出恶劣的束手就是成功 六 心态 杀人猪心 炒股炒心 操作十分礼变 心态 控制力占七分 技术占三分 追涨 追龙头的操作 为什么都出现在大盘已大涨的情况下 原因很简单 我不能确认 每一次大盘是否能继续向上 所以就挑最强的股票上 大盘如果还向好 最强的股票就会再次大幅向上 大盘如果不行 则最强的股票通常还能横几天可以果断推出 大腰出自迷茫 龙头来自烂板 很多人也许都已经获得了阶段性的盈利能力 而且很高效 却最终因为性格与能力 概念上的那块致命短板而决低 每一次大盘的熊市 与类似于5月30日 或者其他20%以上的指数跌幅段 都会把很多已经初步建立稳定系统的玩家击溃 很多已经慢慢克制的弱点 比如孤注一掷 犹豫止损 偏执 都会幽灵般在线 一个回撤 击倒的往往不只是资金 更是信心与理念 自己也常有失误 但每次斗得尽量在第一时间脱身 虽然每年都会有一两次刻骨铭心的割肉 一年操作下来 总的是输少胜多 小亏大赢 所以才有如此可观的成绩 操作的随意性 这是人性的弱点 我也经常犯 一般随意了一 二把 第二天立马就纠错 不会跟他纠缠 然后把他忘记 重新谨慎再来 本人一直强调操作观 而不讲具体的技术形态 是因为每个人掌握的技术形态是不同的 一种技术由某个人应用 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换了另一个人 却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心态是内功 如张无忌恋的九阳真经 方法就如十八般无异 没有内功的配合 什么方法都不行 什么技术形态都不灵 交易中 过多的考虑分识 技术面 没有一颗执着的心 很多牛骨靠的 不是技术面 而是对人性的拷问 这门学问在诗外 就如修盛的道士 奇异在细 很多人在古诗诗意 常常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 而是做不到良好控制自我 既然标榜自己是价值投资者 为什么还热衷于逆时常见 偏执认为自己持有的仓位 一定是苏宁第二 或者套在高位 就回避自己的理智判断 把短线做成中线 把中线做成涨线 把人生做成一步永恒的电梯 股市波澜壮阔 成败也许就在一念之间 没有对人性的良好控制力 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是走不远也走不快的 学股市技术的同时 完善自我 与建立一个良好的心态 是多么的重要 超短的交易 天天在错误与纠错中度过 没有完美 临盘要做的是控制好仓位 做好愿赌服输的准备 事后冷静的思考与总结 是必不可缺的 迅速地望迹上一刀 再次拔剑出脚 划出属于你的剑花 这种锤炼也是我最喜欢的 赚钱效应或亏钱效应 引起的投机者心态变化 会继承市场情绪 在加强心情修炼的同时 更要细心揣摩市场情绪 投机像山岳一样古老 市场情绪在恐惧与贪婪之间的 循环往复 纵是千年也不会改变 把握市场博弈背后的 深层心理结构特征 和情绪演变过程 是投机之本 但是 很多人讨论的是 如何克服贪婪和恐慌 虽然不错 但是卓延点再紧在自身 难免局限 而高手进出 买卖的一颗力求淡定 借助市场的贪婪和恐慌 反过来指导决策 卓延点在整个市场 境界自然高了一层 从更高的高度俯瞰市场情绪 你会发现 这些情绪变化 本身就是投机市场规律的一部分了 就像历史轮回 七 计划 计划你的交易 交易你的计划 短线交易是所有分析以后的结果 并不是盘口随意的追涨 短线操作 易于流微频繁的随意操作 导致成功率不高 但有准备的短线交易 不能等同于随意操作 成功率的高低 取决于盘后的准备程度 用工时间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因此 超短线的计划性越来越重要 盘后静态悬股 远比盘中动态悬股要重要 据此操作出来的成功率 要高得多 仓控 作为跟随形中小资金来说 敏锐的嗅觉 与灵活的进出仓优势 是立身之本 Asking观点 确认是追涨时 先进半仓 当天涨停 次日继续加仓到全仓 让其利润最大化 当天不能涨停 次日则高点先出 等回调 做守株待兔 做守株待兔时 也是先半仓 活力后出局不加仓 失利后止损不加仓 任何时候 只有半仓操作的股票 迅速盈利的情况下 才能动用另半仓资金 不懂冥王观点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寻辩 为其心法惊讶 不同行情 不同板块 不同品种 为其猎土封疆 为其各境雄长 为其遵循变化 以市场为依据 为准绳 按照信号操作 寻辩优化 根据强弱 调整仓位和配置 龙飞虎观点 持仓风格是滚动 分仓 品种大都是选择热门股 及资金活跃的品种 还有一类 是中线活跃品种的 反复参与 我一般收盘 持有三至六成的仓位 一 第二天 如果手里的老仓 开盘就强势 我上午就会激进一些 开新仓 第一笔新仓 如果追涨停封住 或者低吸强势 股低位后 顺理拉起 后续进一步寻找第二笔 买进机会 如果盘面与持仓情况良好 盘中可能就是八成满仓了 后面就是寻找老仓的 何时卖点 一般情况下 除非老仓涨停 我都会逐步止盈 一是锁定利润 二是手中留有现金 在下个交易日 可以从容开新仓 只收盘 又回到三至六成仓的状态 如果上午开仓后 新仓转为走弱 甚至预判会当日套牢 我会降低预期 加速老仓的了结 如果上午开仓后 大盘与个股 出现明显的不良信号与走势 我甚至会无条件了结老仓 力求马上控制住仓位 并不再轻易开新仓 二 如果老仓上午开盘 就情况不佳 我会谨慎开新仓 以最大程度处理老仓为主 新仓的买进条件 升高一个档次 且降低买进仓位 总体 我会保持一个动态的 五成上下的仓位 用选择品种 与实际上的相对优势 来应对大盘的随时风险 这样做 我会损失很多进攻的效率 特别是在强势市场 但我几乎不可能出现市值的大阴险 在震荡市和下跌市中 我更游刃有余 我的原则是 严格控制总市值的回撤幅度 谋求低速 稳定的上行趋险 这个过程中 除了需要自己 有很强的盘面感知能力之外 心态上的控制力是非常关键的 股市中 良好的个性 超越旁人的控制力是力深之本 炒股养家观点 通常情况下 右侧交易的仓位较重 左侧的因为把握难度较大 而选择轻仓 具体仓位 则根据当时情况下 风险收益彼所决定 并无一定之规 只要让自己感到舒服就好 八 快 孙子兵法约积水之急 至于飘尸者 是也 至鸟之急 至于毁舍者 结也 事故善战者 其视险 其阶段 事如锅弩 劫如发鸡 追仗龙头 要做到眼道 守道 心道 眼道 龙头品种一启动 一般很快就张平 一般人看到的时候 已经买不到了 守道 看到的时候 手脚要快 慢一秒钟 可能都抢不到 心道 心理对龙头品种要敏感 有强力的感应 瞬间发现 瞬间操作 还要赶下重手 否则 轻仓就浪费机会 追仗停 更是一件很好经历的事 手脚要快 反应还要更快 一般人没一两年的实战 很难胜任 当然 要注意及时切换 九 强弱 大盘一涨一跌 总有人出来 判断后事多空 实际都是假老链 事涨是跌 事多是空 毫无意义 判断市场 不需要这些 确定市场强弱 才操作是根本 原则是 若是人手不做 强势才准节奏 在弱势市场 任何人都是 亏多赢少 在强势市场 大部分人 都能赢多亏少 这就是规律 隐身到职业化 投机工作 还是需要松弛有度 回避掉 极度恶化的低能量 低效率时段 尊重市场 尊重盘面特征 行情不好 要少做 多做多上心 做得好 赚点点 不好的话 吃锤 若是行情中刊的懂 也未必做得对 没有大环境的配合 成功率会降低 在大盘正在下跌时期 不操作是最好的操作 若是市场 做强势股最大的风险 是补跌 它甚至比强反弹的 风险更大 如果一定要操作 务必控制好仓位 不要想着赚钱了 拿少少钱 练练感觉了 若是中 只有一种行情 可以参与 那就是 极度超跌后的 反弹行情 所以 炒股吧 很简单 个股活跃 你就追涨 追板块的龙头就行了 若是最明智的 是采取防守策略 即空仓 注意 底息不是防守 真正的防守是空仓 买入一只股票 无论是涨停板买 还是急跌买 都是为了买入后 能继续上涨 只要你买入个股 你就有亏欠的风险 就是在进攻 防守策略 是基于短线投机个股 与力量有修系的迹象 短线可回避的 往往不只是指数风险 而是投机力量的强弱分水灵 10 经验 1万小时定律 自己打球1万小时 或者自己打球3000小时 揣摩别人打球7000小时 通过看书学 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方法是必要的 但背了书并不表示就会赚钱 一个炒股者如果看书 只是一样画葫芦 可能会死得很惨 大量的案例是短线的法宝 说白了 想要学好炒股本领 你就拿出钱来 对着人家介绍 你比较喜欢的那一招 不论中 短线 一次次第十盘验证 并写下每一次十盘过程的想法 最少经过一年牛熊行情的更替 你就会初步掌握 再经过一年只此一招的训练 两年后在这招上 你肯定也是好手 好了 前两年的亏损第三年 可能轻松就赚回来了 可惜 这句话多数人听起来 以为只是垃圾 其实却是最最精华之处 交易知道没有捷径 也没什么秘诀 只能练 反复练 每天盘后 应该写详细的交易心得 认真总结得失 真正改变你命运的是你的性格与学能力 前提是你还能坚持下去的话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就像春雨 是悄无声息的 在你都快不相信时 它来了 旋转了适合自己的一类操作方法 无数次失败后的反思 以及类似论坛 这样的交流场所的碰撞之后 慢慢建立起你个人的交易系统 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这里有中长线的 也有超短线的 相信都有成功的 最后 取决你未来高度的 与你的胸怀 与你的学能力 人生价值观 呈严重正比 11 节奏 一个超短玩家的一年 是可以这样度过的 一 每年都有一至三次的大型投机沸腾期 时间大多维持10至15个交易日级别的 这是必须全身心 高仓位参与的时期 目标是完成30%至60%的资金收益率 二 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日子 都是在低能量潮的时期中 满足交易的自我需求 以及交易感觉的维持 收益的期望值是10%至20% 三 凭着各自不同的偏好 阶段性的耐心捕捉特定题材的机会 比如新股 虫组 高宋配 甚至套利等等 收益的期望值是10%至20% 四 靠着坚固的防守意识与防守能力 进最大可能的回避掉指数的主跌段 以及成交量的极度低密期 靠着富力的神奇 靠着防守 争取获得年收益50%至100% 以及伴随而来的良好的 自我愉悦感 越有殷勤圆缺 农民种地都有播种 休闲 收割 高潮之所以令人血脉喷张 就因为低谷的寂寞衬托 职业玩家的松弛有度 更符合大自然的特点 也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在成功完善了自我的交易系统之后 靠时间这位朋友 不断实现资金复利增长 直指资金的日益增长 与个人的能力出现瓶颈 出现冲突 进一步的发展 要靠个人的进化能力 与人生价值观的追求了 当然 平均运气与状态来讲 不可能所有的大牛都被你拿下 这是无法企迹的高度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在运气与能力高度切合时 狠狠地赚一票 而在备运与状态低迷时 控制住自己 不下出恶劣的束手 就是成功 十二负利 隔日超短高频高效 靠的是高成功率的高频交易赚钱 一句话 可以大赚 可以小赚 可以不赚 可以小赔 不能大赔 交易的特点就是 积小胜为大胜 交易的精髓在于控制回撤 大张小回 无论牛熊 一路行高 账户市值和行情无关 和时间有关 行情好 赚的速度快一点 行情差 赚的速度慢一点 主要是靠时间来赚钱 时间越长 赚的越多 资金曲线 时间的特性十分明显 这就是短线模式时间的含义 这种操作 相较盘杆和执行力 一块取胜 靠得试手 手快地赚手慢的钱 十三 低迷 与追涨相对的 龙头过后的操作 就是找强试骨的二次脉冲 即手朱带兔 这是一个短线介入点 但做这种形态 需要大盘的配合 与大盘共振 很容易获取利润 与大盘背离 就会有风险 而不是说 哪一种K线 就是安全的 会理解的人知道 在市场震荡期和上升期 做这种技术赚钱 也挺快的 有时在一个月内 可能做出 30%至40%的收益 但在市场 大部分时间 走凶的情况下 这种技术 是常常会被破位的 一旦破位 短期内 几天内 就会有10%至20%的跌幅 不能深刻理解市场的人 可能就会在 尝了几次小甜头后 一下子就进入亏损的境地 对于高手而言 只要能看懂 并能做对 低息和追涨都一样 不过从成功率来说 追涨靠的是 瞬间的反应和直觉 而低息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需要更苛刻的条件 所以成功率低息要高得多 从长时间的收益来看 应该比追涨还要高 追涨等于市场热点 最好是第一次放量上川五天线 涨厅品种 低息等于龙头品种 均险附近买 14 空间 主要体现在交易风格上 代表认为如养家 盈利的主要靠 有大空间品种来完成 没有30%的空间不出手 没有50%的空间不打板 预期翻倍的品种 30%的涨幅才减仓 交易风格里面 空间的特性十分的明显 同时短线交易 低频高效 爆赚小亏 这实际是一种 波段短线模式 靠的誓言 强调的是大视野 热点把握能力以及耐力 定力 把握主流题材大机会 不受分时波段干扰 眼光远地 赚眼光切的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